HELLO 大家好 我是佐伯加美塔同時也是佛氏住持的孫女兒 今天在出門之前呢 終於錄完就是被剪片師追的進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但是我現在真的很愛我的剪片師 因為他會糾正我的Podcast 然後還有呢就是他會跟我說 喔 Boss 你現在還有幾集在幾月幾號之前 你要追上進度喔 可是我真的還蠻感謝 因為我覺得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緣分可以遇到 就是會讓你更成長的合作夥伴或者是員工 特別是很多人呢就會覺得說 我拿 反正我可以拿錢或不做事多好 但是我周遭的夥伴都不是這樣 我就覺得很感謝 好 那我這邊先收回來喔 就是我想要講一下就是 出租大書呢這一本書在當初呢 這一本有趣的書是時報出版的 然後在2017年呢也就是距近三年多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是訂閱 我的訂閱服務上限一年快一年左右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呢其實 嗯 我必須要說就是在當時呢 就是我的訂閱服務開始的時候嘛 然後我後來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突然有一個靈感 就是覺得說 欸對耶 現在的訂閱服務不就是出租Meta嗎 那出租Meta我是不是要來統計一下 就是說每年大概平均都會有 100 100位以上的VVIP 就是訂閱Meta嘛 那這些VVIP呢 他們會想要訂閱Meta 或者是出租Meta呢 他們到底是 嗯 主要原因是什麼 那我又會遇到什麼樣的人呢 所以其實就是 我必須要說就是我後來其實出 呃算是訂閱服務的延伸 嗯 我覺得應該是這麼講好了 就是說在這一本書出來的左右 我那個時候其實訂閱服務的之前的前身 就是那個時候是出租Meta 那我那個時候其實是約一次 然後好像是2000到3000這個Range吧 然後那個時候主要是聊 生命靈數啊 塔羅啊 占卜 那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呢就是其實 後來到我轉型成訂閱服務的時候 就是我必須要說這一本書 其實有給我很 就是算是一些方向啦 或者是靈感這樣子 其實就有點類似說 我那時候看完另外一本書說 我值多少錢 就是在市場上值多少錢 然後就是的啟發 那總而言之西本歸信呢 他是1967年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60後 大概就是大我兩輪以上 因為Meta是80後嘛 那他其實就是後來呢 他是造型師事務所總監 那在2012年呢 就是開始以一小時1000元日幣的籌碼 然後開始出租大叔 然後就是開始就是陪伴各式各樣的委託人 那我也必須要講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很意外就是 什麼就還有人會出租自己的時間 但是其實現在國外有一些APP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要 我自己我想要講的是說 就是可能會有些人會覺得說很不可思議吧 可是我覺得說時間他其實就像商品一樣 就有些人會很難搶到說 怎麼還有人買自己的時間 其實這個我覺得存在很久啊 只是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可能以前比如說家教 或是布希巴老師 我覺得這種都其實也算是就是說 出租自己時間的一種啦 那就是反正其實就是說 在自媒體百萬獲利法則 我的書出來之前 其實出租大叔日記也是在 我的第一本書出來之前 我其實去 我為什麼後來會想要把 就是自媒體百萬獲利法則 把這些我的VVIP的見證 或是個案發出去 是受到這一本書的啟發 就是受到這一本書的啟發 就是說喔那個就是我遇到這些人 然後這些人就是我陪伴他們就是 度過人生的某一個階段的某一個時間 然後有查出什麼樣的火花 或是我有哪些想法 所以其實就是說出租大叔日記 他某些程度上是我訂閱服務 或者是自媒體百萬獲利法則 十座的前身 他就是很像我這個領域的大學長這樣 那當然就是說 結合這一本書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的訂閱服務裡面有沒有 沒有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人 其實就是有 可是他其實並不是我的VVIP 我補充一個就是真的 你會感觸很深的是人生無常 就是那一個其實是我某個員工 轉介紹來訂閱我服務的 可是那時候我遇到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我好像在之前其他的音頻 還是PARCAS有提到 就是那個時候我看到那個先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的氣場好像 黑洞一樣 就是我跟他講完的話 我就覺得天啊 我好像被就是 掏空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好累 我整個能量都被炸乾了 然後而且那個時候其實他來找我訂閱師 因為他希望他創業上能夠有人交流討論 但是其實我那個時候感覺上 我覺得他的 其實我覺得快要出事之前的人 他的氣場都很浮動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現在其實你應該要做的是 慢慢來比較快就是多陪家人 而不是說去思考說 你要創業還是什麼 反正我在當時我意味很深長的 就跟他講說 我說我覺得現在你要不要這個 這個禮拜就是好好陪家人就好 然後你不要去想一些 就是想未來的事情 就是好好回來當下 好好吃飯啊 好好睡覺啊 然後好好最主要是陪家人 因為他是單親家庭 然後他一直很希望說可以讓他媽媽過好生活 然後後來就是在他離開的時候呢 我其實有一點鬆一口氣 因為跟他講話的時候超級累的 就是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真的很累 就是我感覺整個人都好像被掏空了一樣 然後後來就沒多久就是 等於說我那個前員工就跟我說那個本來要來訂閱我夫 然後後來被我拒絕的那個先生 就是在一個禮拜內就是因為 就是意外走了 然後非常的臨時 然後很震撼 然後我的那個前員工就說 所以Meta也是因為有感應到 所以你才沒有收他的訂閱服務 就是讓他成為你的VIP 其實沒有就是我那時候只是直覺 因為我覺得他問題不是說創業還是什麼 他問題是就是好好陪伴家 我那時候感覺到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樣應該是我會這麼講 因為我其實很感謝如同出租大叔一樣 就是我很感謝 我很感謝這些人 他們願意花錢買我時間 然後我們有緣就是剛好就是 遇到了彼此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人份啦 那人生當中就是說我們認識的人有限時間也有限 所以我後來其實也會 就是不太會勉強自己去跟 讓自己不舒服的人 或是不自裁的人交流 就算是比較被動吧 當然就是被動的接受邀請 就比較不太會想要 然後再像以前一樣想要就是說 去主動認識人 但是這並不是代表說我只坐在那邊等而已 就剛好有感觸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所以最後這一本書 請大家去思考一下如果要出租你的時間 你覺得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服務 比如說出租哥哥出租姐姐日記 好我是Meta 我愛你們 期待你們跟我分享交流哦 大家好我是喜歡閱讀與實作分享的Meta 歡迎大家呢在影片下方 多跟我留言互動以及訂閱小鈴鐺哦